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视出展望能否稳定军芯,直接牵动台股多头士气。 尽管第一季为产业传统淡季,加以半导体产业景气处在下行循环,外界仍期待台积电能否提出优于预期展望,送暖半导体族群与整体科技类股。 台湾知名半导体产业分析师陆行之近日指出,2022年是半导体行业投资惨痛的一年, 费瓣跌35.8%,台股半导体跌31.8%,但比起2008年费瓣的48%跌幅,台股半导体45%的跌幅,还是好了近13个百分点。 同时,2009年第一季全球晶圆代工业产能利用率下滑到33%,对比它估计,2023年上半年全球晶圆代工业, 产能利用率可能下滩到66%,仍明显又于2009年第一季。 如此看来,费瓣、台股半导体已经明显超跌。 与此同时,据彭博社报道,华尔街的银行正在转向看跌台积电, 并称由于需求疲软,即将发表保守的收入前景指引。 报道称,高盛集团和瑞银集团均预计,台积电2023年的销售额增长将同比持平, 其中,瑞银对该公司的目标股价下调了7.4%。 瑞银一名分析师近日在一份报告中表示, 进入2023年,台积电无法幸免于行业库存消化和终端需求修正。 鉴于消费需求疲软和高效能运算增长放缓, 他们将其2023年的收入预期从增长3%下调至同比持平。 作为辉达等大型科技公司的供应商, 台积电被认为是全球电子需求的晴雨表, 但其股价从去年1月的峰值下跌了34%。 这是因为在各国央行加息, 以应对日益严重的通膨后, 从智慧型手机到笔电和伺服器等大量商品的支出骤减。 同时,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在努力, 应对潜在的经济衰退。 而在需求减弱的担忧下, 台积电的主要客户苹果公司也是同步受影响。 此外,根据彭博社汇编的分析师预测的共识, 台积电的销售额在2022年可能增长43%, 但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将放缓至6.3%。 高盛一些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, 虽然预计今年下半年会有良性的复苏, 但需求反弹的速度可能比公司预期的要慢, 因为仍然缺乏明确的终端需求复苏迹象。 不过,尽管唱衰声不断, 去年底正式亮相的高通骁龙8G2行动平台, 为沉浸了一整年的安卓手机市场带来了新的亮点, 这颗晶片不仅能耗比出众, 还服以更多先进技术, 消费者们期待值也拉满。 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, 由于晶圆代工龙头, 台积电三奈米制程技术已经进入量产, 且IC业界普遍认为, 台积电三奈米粮率最高可达到80%, 外媒援引消息透露, 高通计划将下一代笑容八镇三行动平台, 交由台积电与三星共同打造, 前者占据订单大部分, 后者负责补充产能。 台积电之所以占大部分的晶片组, 原因可能是两者之间的良率差距。 另外,此前据DTimes报道, 业内消息人士称, 鉴于安卓手机的高生产成本和销售前景仍不明朗, 联发科和高通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, 是否跟随苹果的脚步, 在2023年让台积电使用三奈米工艺技术, 制造他们的行动SOC。 目前来说, 三星三奈米GAA制程进展确实有些缓慢, 良率不足成为了最大的问题。 但从高通的角度而言, 让台积电负责全部订单, 并不是一个好选择。 而且, 就在去年11月有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称, 高通有意将销龙八镇三订单交给三星生产, 原因是台积电三奈米量产存疑, 当时台积电延后三奈米量产日程。 不过好在, 台积电三奈米目前已顺利进入量产。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, 12月底在三奈米量产即扩产典礼上致辞透露, 三奈米制程良率目前已与五奈米量产同期相当。 半导体专家研究保守估计, 三奈米量率约落在60%至70%左右, 并有产业分析师预估为75%至80%。 台积电于2023年大规模量产三奈米晶片, 新制成的量率表现和营收贡献, 有望于五奈米基础相媲美。 作为新节点的首个客户, 苹果公司将在其2023款iPhone上搭载三奈米SoC。 消息人士继续表示, 高通和联发科尚未就今年, 是否加入三奈米阵营做出明确决定, 尽管他们都希望跟上苹果, 对其旗舰行动SoC工艺进行升级。 全球主要的两家先进晶片代工厂, 都将最先进的三奈米制成工艺视为重点。 不过, 三星的三奈米制成工艺进展不顺, 量率仅为10%至20%之间, 大幅落后于台积电。 高通等IC设计厂商若在台积电与三星同步投片, 为了确保双方之间的产能、量率尽可能一致, 台积电必将承担更多订单量。 此前, 受到三星良率不佳、发热等因素影响, 高通将骁龙8G2行动平台的订单全部交由台积电代工, 这导致晶片成本大幅上涨, 这对高通、手机厂商和消费者的影响并不算小。 据爆料, 骁龙8G2行动平台单颗SoC的售价接近5000元新台币, 这导致旗舰手机的售价也只得跟着上涨, 即便是一贯走价效比路线的小米, 也很难将小米13系列的售价定在真箱的位置上, 让不少消费者感到失望。 通过海外媒体爆料, 高通打算重投三星的怀抱, 将下一代旗舰晶片交由三星、台积电共同完成, 尽管前者只负责少量订单, 但依然引起了用户们的担忧。 其实, 倒也无需对高通的决定感到遗憾。 传闻中, 三星已经启动了紧急优化方案, 利用由SNS Tech提供的眼膜保护膜, 提升EUV曝光机的良率, 并且也在不断调整生产方案, 相信在高通骁龙8 Gen3正式投产前会获得一定的改善。 与高通不同, 苹果已经压保台积电三奈米工艺制成, 预计A17仿生晶片、 M2 Pro晶片都将全数交由台积电代工生产, 这样一来, 台积电的产能被进一步压缩。 为了确保供货充足, 高通必须混合两家代工厂商的产能, 这可能也是高通的无奈之举。 现实地说, 目前苹果、高通和联发科之间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, 尤其是高通, 在骁龙8 Gen2行动平台上, 一定程度超越了苹果A16仿生晶片, 这也成为安卓阵营效能弯道超车的契机。 苹果已经锁定更先进的工艺, 而高通、联发科还在犹豫阶段, 要不要花费巨额成本压住新制程工艺, 成为了安卓阵营的最大难题。 事实上, 虽然台积电3奈米制程工艺, 量率已经来到80%左右, 但高昂的代工价格, 未必能让安卓阵营保持合适的利润收益。 无论高通出于成本, 供货还是效能提升方面的考虑, 选择了台积电和三星, 一同打造骁龙8 Gen3行动平台, 对于消费者而言, 只要能确保使用稳定, 倒也还好, 但是之前骁龙888, 还有骁龙8 Gen1等应用处理器, 确实也没有给用户留下好印象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,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 谢谢。